乌克兰最近宣布要关闭东部机场 把部分空域列入是危险的地区 而现在就有学者发现 在及时航班跟进系统的地图上 有很多的民用飞行器都特意绕开了乌克兰上空 也形成了这么一个大空洞 而这样的地图就连医师都说 这样的情况的确是蛮少见的 但是机师也特别解释了 这是因为飞行安全的关系 所以航空公司在做航路规划时 都会尽量避开潜在的危险区域 点开机时航班跟踪系统 发现所有民航机竟然都绕过特定地点飞行 在地图中央形成一个大洞 这奇特景象就在爆发阵势的乌克兰上空 有地理老师说这种地图可不是天天都看得到 通常会出现在有纷争的敏感地区 就算当事国没有宣告领空禁航 各个民航业者也会尽量避开潜在的危险区域 民航机相对来讲它的速度比较慢 那它也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 所以在遇到一些战争的环境 或者是在有战争疑虑的领空的时候 当然会害怕 也会担心被飞弹不小心的击中 2014年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17班机 就曾在乌克兰上空遭到击落 造成298人丧命 根据国际调查人员说法 是遭到一枚从乌克兰东部发射的 俄罗斯制飞弹击中 但至今调查还是没有结果 为了避免汉事重演 就连当地有军事演习 民航机也都会回避 东部海域有些靶场 那时候也会试射一些飞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民航机也会被要求做一个绕道 那noten上面其实会写得非常清楚 比方说它甚至连把这个纬度 精度都标得非常详细 比方说假设它在乌克兰这个区域 它就会跟你标明说 在东京几度几度 北维几度会发生战争 就怕不小心飞进危险区域 航空公司在做航路规划时 都会参考航空情报资讯 确定飞行的地区 有没有演习 空域战时性关闭 或是其他限制性 在做航路调整 要把飞行风险降到最低 记者综合报道